字幕志愿者 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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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回来了 剛才我们在讲内防政策的事情 博士很担心他真的做得出 不知道大家follow多少 但大家有看今天有些新闻 早上彭博已经引述了一个重磅消息 就是首先中央初步 应该要求一些国有银行提供贷款 然后就让地方政府 甚至国企向发展商 或者是很多烂尾楼 大折扣 收购他们的库存 然后将这些楼 转化成保障房 因为其实近这一个月 查了市场有很多这些所谓消息 上个星期就说 不知道哪个 银行已经是follow了800亿 给万科 所以不用怕了 万科的债益上升得很厉害 是啊 总之就是全部都是全 真是假 再上个星期就说 这个H股股息税不收 但是全部都没有否认 没有否认 没有否认 也没有证 没有承认 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些 令你觉得很厉害 你说未落实 很多人就统一个答案 7月就三中全会 等下 7月就会公布 5月就先买 我觉得这些真的很烤人上车 现在这条街上帮他计算 如果你真的要出手的话 其实你说的数字 因为人人都要量化 如果你要这样计算库存 三四万亿不能走 不可能三四万亿 六七十万亿左右 这个数字真的不会知道 你没有 你去库存 肯定不是三四万亿 一定不是三四万亿 你只是一间恒大都两三万亿 对不对 不止的 你还要不可以大小超 你叫库存就要清 那你怎样指 因为博士利害怕的东西 其实已经今天体现了 因为杭州那边的临安市 已经说了他会出手 他会出手买一万平方米的地 难尾楼还是什么东西 接着就转租任房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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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节奏当然没有说多少 但人们估计 如果你不打三折 应该不肯帮你买 当然 打三折也不够钱 他又可以问阿爷姐 阿爷弄那些超强 你成不了的 你现在的库存 早几年说的 就有两成空置 现在最新说的就是一倍至两倍不等 你现在的测量是整个市场的两成至两倍 你看大陆有多少亿人 我当你两三个人住的单位 你乘一乘 你两成至到两倍的off 那个十四亿人 我当七亿的单位 或者三五亿的单位 你三五亿至七亿的单位 你乘回两成至到两倍 再乘回每个单位 你估计它要多少钱 几皮也行不行 十万 你省一省 我想省出来这条数很大 普通计算数机按不到 一定不是 普通计算数机 八位的未必能计算 但如果你有十二位计算数机 总之 总之这条数不是你说的几万亿 嗯 一定几万亿一定不行 唉 我计算大概六十万亿了 是吗 因为两年前都说了 你拿三十万亿出来有一够 你去年都不够 到现在呢 已经是几倍了 嗯 现在可能因为集体跌价 跌得好 当然也不会跌到那么少 但如果你说几十万亿的话 就相距不远 但应该比你之前计算 如果你这么说 就一亿都不用 总之你烂尾 你交不了 你全部都给我 你又没算他打几一折 一折或者一元买 总之不用停 打折 全部我要回 我拿回 现在大陆的传款是多少 哇 我要计算一下 我之前找过的 Google就可以了 你的Google有没有那么更新 四万 四万个Billion USD 就是四十个Tillion 一个Tillion万亿 就是四十万亿 四十万亿美金 就是四百三十二万亿 就是三百万亿 就是三百万亿人仔 三百万亿人仔 你刚才说多少 六十万亿 六十万亿 中国银行之外 存款要拿五分一 是 是 很正常 很正常 但内人是这么升 就是全部降准的 全部降准的 降准通常都是跌的 现在市场告诉你 降准要升就要升 降到零 全部都拿出来 套得上车 但是这样 你这个Deposit 其实就看你的杠杆有多少 如果你的槓桿現在去槓桿縮的話,這個數字會縮得很厲害 如果你一家銀行無緣無故拿五分一甚至四分一 我不知道甚至三分一的存款出來,就這樣填藤,行不行? 除非有五分一銀行,四分一銀行,三分一銀行關門收檔 如果不是的話,無端端銀行,以我現在所知銀行那些 cash flow 那些都是一兩成而已 不應該太高的,無端端這樣吐兩成以上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銀行會支不抵債很多 不要緊的,我們後面有強勁的後台 你的後台無怪印鈔處理 如果他說印鈔處理,就簡單一點,即是梁寬買了它 如果他這樣說,就簡單一點,他現在不敢說 赤字,正法 因為現在大家假設中央沒有印到新錢 但我們有什麼方法知道,或者最接近測算 估算到中央是有沒有QE,還有有沒有新錢 我們應該是從哪個比數去投 也是在M0 也是在M0 而且是沒有得計的 這麼多年都沒有人懂得計 還有,你知道剛才我們所有的操略的估算 都是一個很公平的估算 我純粹說,你現在計算死數 加減勝除了,但是如果你這樣搞 譬如三折收等等,我不知道 你那個樓價,現在都可能是跌了三分一至一半 如果你三折收的話,即是還有一跌 那你還有一跌,你現在如果樓價還有一跌 其他價格可能還沒跌 那你其他很多東西都要跌 那個資產收縮之下,那個對經濟帶來影響還沒計 那個是很厲害的 即是如果你現在做一件事,你是想託市 要託你整個氣氛 你不可以開三折收,你要市價 甚至比市價更高的premium 你用那個signal去帶回市場 這樣才行 因為現在最大的影響不是陸房倒閉 不是債務危機這麼簡單 而是它帶出來的那個資產收縮 那個才厲害 是的 所以現在你現在除了處理債務 處理那些爛尾樓的問題之外 如果你處理得來,你是三折兩折這樣收的話 你就引發了價格大跌的預期 令資產進一步收縮 其實還死 總之我三折收了他的地 旁邊那些就不准三折,旁邊還要升 只是我買得便宜,你不可以買得便宜 嗯,因為有些人 那又可不可以指是你很低人工,我很高人工 現在都不是 現在都是,你已經是 你高人工,你最高人工是你 大家快來英國燒你便宜了 等著你會社會不安的這些事情 如果搞得不好的話 涉及房地產的事情 不會不安的? 你敢不安嗎? 即是我這樣想 你不會不安的 我會很不安,但我還要做些什麼 你正常來說 你不會有其他銀行體系 在現在降準的 但中國都可以跟你說降準 因為他不怕你不安的 你會不安嗎? 曾經有試過一些人不安走出來 但最終都沒有不安 即是我們時常見不到再有不安 是呀 特哥很明白 你不會不安 其實一向我們節目都提出很多政策建議 繼上一次叫他炸了廢墟之後 其實我想想想 如果他炸不完 都會有這些辦法 我猜他很多廢墟都接近北邊 他實行開放中蘇邊境 然後被俄羅斯那邊的人大量過來買樓 既然現在都握手簽了 博士你覺得俄羅斯那些人 用什麼貨幣去買樓 隨便吧 總之有人就去住了 俄羅斯可能有很多人民幣 住了就不是廢墟 沒有了 都沒有很多 你買了這麼多電動車 那時候 剛剛有聊天 可能有事情談了出來 因為俄羅斯其實人口不多 不要緊 既然他扮了這個和士佬 開放了人道酒樓 給烏克蘭的難民過來 買樓又不好 你畫了邊境 俄羅斯人又來得 烏克蘭的人又來得 可以的 不是我們香港人也要幫忙 下方也會博士 深圳一小時經濟圈 對 今個星期 中俄羅斯一小時經濟圈 總之會包得圍的 全部博士 大家一起幫忙 這個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 這個都好的 但那邊境的地方 真的不是人家居住 我沒有去過 不清楚 不是山居住 冷到派 你清楚一點 你對俄羅斯來說 他向南移 南下 很冷 那就是 俄羅斯人也受得住 但俄羅斯人是不喜歡大陸人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俄羅斯跟大陸最近的 叫做海參威 那位 俄羅斯人是很討厭的 是嗎 你這樣說也有很多香港人不喜歡大陸人的 那又搞到 又不同 俄羅斯人不喜歡大陸人 俄羅斯人看到你隔了一條河 大陸是很繁榮的 是 房子很高的 那你現在 香港也是 我們看上去 都很繁榮的 是呀 所以我們大家一樣 為什麼隔了一條河 我這裡這麼窮 你這麼有錢 又電動車又行 我覺得這個話題差不多了 再下去 所以我們今集沒有廣告的了 哈哈哈哈 說一下資產 有沒有人問 你們一個二個在吃花生 你一個我一個 大家就沒有東西想知道了 說一下其他資產 日圓 日圓 因為很多人問博士的美金 下面有框框是不是穿了 一板一才是104 其他非典貨幣就放上去 包括日圓153 你厲害吧 你厲害吧 你厲害 現在上回10440 對 104 暫時的雜貨幣是10456 對 那日圓160呢 嘩 怎麼知道 你說今年內 又不是下星期 沒有 看完年底 嘩 你猜你更硬 這樣 怪我她是智者 你不要挑戰智者 哈哈 沒有的 博士 就算我們看錯了 也不用請吃飯 就算她來吃 我來吃 我去學博士搬龍門 就大喊 我就搬龍門 令地搶我一餐 自助餐 這樣 不 你開了盤 才搬龍門 都可以搬 開了盤才搬龍門 嘩 那個龍門 那個龍門下面有滾 他現在學你 一推就動 很厲害 你剛剛上一節說 你隨時搬龍門 他現在學了你 我發現有很多人最近做一些 currency option 因為其實你不知道怎麼看 包括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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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都看不清究竟利用的方向是怎樣 不,它這些不一定是賭的 可能它之前買保險 那一刻它拿了很多日圓 或者洞了很多日圓出去 它要鎖回去 然後euro的選擇也很厲害 今晚有差不多47至50億的euro的選擇到期 這個strike是105 euro和榜做的選擇 十居其九是賭了 你賭歐洲央行、英國、英倫銀行和聯儲局的差別 那些就是賭了 現在大家是調街買重歐洲 是在6月減息機會九十幾% 是不是真的會呢? 如果不是其實反轉夾倉會很嚴重 那真的會也好 你如果減完之後 立刻告訴你不減的了 我減完之後就沒有了 那你就打算上去 那些事情 那就是錯一下 未必改變到整個趨勢 那現在美國還沒動 美國還沒動 它很難單邊 就是這麼減 就是很多人問你 為何覺得美國一定要帶頭 因為條街的選擇全部倒是歐洲和英國 我沒有說一定要帶頭 它跟美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會差很遠 就是差一兩個月 那也對 你六月歐洲或者英國做 英國現在是五十五十 因為剛剛出了 剛剛避過了技術 所以大家又立刻把我減息預期 因為美國正在接近太太 是嗎? 跟著美國現在有估計 你九月就算不做 你政治減息 十一月做一口 嗯 跟著令到 甚麼叫政治減息 幫手托一些東西 那個大選 政治性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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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東西就是倒倒倒 有點氣風 我看你今天不舒服 他坐中間那個吃兩邊 你這邊贏他吃這邊 那邊贏他吃那邊 那邊贏他吃那邊 你吃那邊 那些豚肉 看不記得這個位置 很遠的 那邊是英國 我的頭遮著豚肉 阿博士現在回來 阿博士你何時回來 阿博士你何時回來 等日 可能明天突然出現 又或者下個星期 明天突然出現 做完節目 阿博士跟他講 你今天不叫我來Studio做我回香港 是喔 是喔 他最流行的 我真的請你吃豚肉 是喔 真的 貼個牛頸隻給你 會不會掉頭 我聽見阿博士你說 你對日股都頗有意見 沒有什麼很強烈的意見 好看阿明有意見的意思 即是說你不妥可 沒有你這麼強烈的意見 話題到很遠很遠 沒有你強烈意見說會升 他又不是很強烈 但他都頗相信如果他的圖 我又覺得會變很多 但我又覺得現在你說再升很多 有點難 為什麼呢 算了 有什麼原因要升很多 我又問你為什麼要升很多 環球的格局都不是很理想 普普通通的那些東西都是 很強烈 哪有強烈呢 其實日本的數據有些差 最近 GDP又負數 剛剛伸出 我們一早解扣了 不關那些數據 CPI又放緩回來 不關什麼事 只剩3 關什麼事 沒有啊 沒有什麼關不關事 總之日股便宜 日股要升 現在的關係又回來了 那你的日圓也不是很便宜 只有5.4多 不是啦 你說要退回強 強日股便宜 都便宜過以前 你又說他看不到160 你又說日圓強才升 那現在你又不看過160 那又怎樣呢 即是那個time frame 就有不同的 那15多呢 就比起12多 便宜了很多 嘩 那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四皮東西 比起皮幾東西 那時候便宜了很多 我又不想跟他講 日本這些東西 他很少去 不懂 不是 我都幫不下你 我都在想方法幫你 不用幫 我想說在日本 上個星期和一間 發鈔銀行的老闆飯局 即是會幫 不是 東盟和亞洲區 最多分行的本地發鈔銀行 渣打 發什麼鈔 印鈔 難道他可以和發鈔銀行去吃 他剛剛從美國回來 香港亞太區領導人 綠亭龍 不是 不是 你知道誰 記者會出來坐在中間 他私底下說了一些 我覺得令到我對日本有少少新的提法 因為他有很多 他幫很多公司 其實做中間人 其實只是搏腳 因為他們分行多 和一帶一路齊 他說他之前去日本 和大部分日本企業 外面對你們的市場很高 企業盈利很厲害 貴貴創新高 每天都會升 其實你們現在發生什麼情況 和貸款需求 商業活動 接下來想不想開支更多 但是我們想要離開日本 他說他們是想發展海外市場 超過一半 那就是他說 於是 你說銀行這樣說 還是銀行說回那裡 說回那些最大型的日本企業 和他見面後的 日本的企業想這樣做 是的 那他就問他們 究竟他們是否真的 對自己的地方這麼有信心 那他覺得不是 這些呢 接下來幾個月之後 有一集的新鮮地教堂 要去聽一聽 怎樣 就是講Toshiba 哦 Toshiba 走出去 真的走出去 但他不是整間公司走出去 他就走出去 出一些業務 他是買了一間美國的公司 將他發人光帶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說現在他們的trend是這樣的 而不是看到原來我們的市場回來了 為什麼呢 你記住聽 那集講Toshiba 應該三四個月後 那麼久 那就是 因為日本經過了三十年的迷失之後 日本的大企業 就認識到一件事 他以往那種日本的精神 企業精神不可行的 不可行的 要不就舊 要不就老 全部那些廢老 是的 所以呢 Toshiba就告訴他 要找一些直谷精神進回來 直谷精神 我明白 是的 所以Toshiba前年就買了一間 叫做不知什麼公司 Global什麼公司 Global Data 做什麼的 做了一些system的東西 OK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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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那個點餐那個 哦 那些機 那些機 哦 有一次死機那一架 是的 什麼機都會死 環球死機那架 總會死一次半次 那他要拿一些直谷的文化回來 哦 所以你那個 你那個發出銀行說得對的 但他不代表日本人 是不看好日本 所以要走了 嗯 但是他就反映了 你們好像很boolish 但是他接觸的最大客戶 其實很多人在想著 如何發展海外多 是的 幫國內做什麼 那他有沒有轉一步解釋原因 沒有啊 跟著他就轉了講中國 更正 有這麼多的企業就是想著出去 所有的企業原來都是想逃離自己的地方 我都說他不是逃離 不是那些廠執了 直接想方法怎樣 不不不以前呢 就是日本的企業呢 就是給那些廠呢 廠全部都是老人家 是的 又不炒得他 全部都是那些莫苦將軍來的 是啊 是老莫苦將軍 你不炒得 那你迫著他不斷地扔錢下去 弄開風扇那邊 就只會弄風扇 那現在你引入了矽谷思想 不做就不做了 所以炒 就是他圖書版這幾年 是割了很多的地方 不是 所以他不是不做的 不同的 有多個因素嘛 什麼 你不走出去 你就幫忙買樓 哈哈哈哈 又回到這裏 這個很重要的 哎呀 全民家業主 就是網台一樣 炒了博士也可以 是嗎 沒有說不行 是啊 不要啦 你可以試一下 我當然不敢試 直播 直播 有得搞啊 有得搞啊 我們下集一名驚人 大事件 直播炒博士 哈哈哈 炒完就可以收工了吧 因為那場 因為說我沒有人工 我沒有人工 還要出來直播給你炒 這樣 然後 下一集呢 就可以炒博士 再下一集呢 博士都在這裏 我們復合啊 就說呢 他回到錢志健那邊 哈哈哈哈 而我們又直播結婚了 是嗎 好啊 博士很好 我們在一起 好 我也要加你的人工 你加我的人工啊 好啊 多謝 所以日本的企業就不同 日本的企業就改變了 但內地的企業也是走出去 內地的企業走出去 只是走資 就不同的 簡直不在大陸設廠 明明是大陸公司走得走 在別人的生產線上排行 還在想怎樣可以出去 你沒辦法了 你現在外面制裁越來越激烈 你的電動車都關稅100% 變成廠期也挺慘 譬如有很多地方搶高了 你越南啊 你慘什麼 越南一早要你走 叫你過去的 你香港幾多公司走去越南 不是 特朗普時代才開始了 你現在才在仇 自己莫苦將軍 因為沒想過到今時今日 事件未完成 之餘還看不到隧道出口 所以唯有加速 做更多準備 這個就是吃完餐飯得到的畫面 好 多謝六千多人在直播 看我們 給我們一個讚好嗎 我們沒有說姓劉 六千多人在直播 我看到有人留言 是嗎 是嗎 不說他了 誰叫劉 一輩子都很涼薄的 又說 沒事了 沒事了 沒有人看這些 知不知道何生何太 博士 對 香港 這個竟然知道 反而 怎麼搞的 怎麼知道這些東西 你怎麼看 何生何太的一單 你說那個KOL 是嗎 一輩子都很涼薄 對 一輩子都很涼薄 何生何太你怎麼看 時事 你說兩句 你站在哪一邊 你站在哪一邊 我知道有些內文沒有看 你不用內文 總之有個女人就一定欺騙那個男人 那兒子就保護那個男人 不是啊 那些人說他是真愛 我同意是真愛 我同意是真愛 是嗎 你幾天多啊 其實你買廣告沒有 今天 買什麼廣告沒有 沒有 完了 我白白加了這個薪金 給你之後 廣告就沒有了 沒有廣告 原來沒有廣告 這麼快就沒有了 會回來的 你努力點 你快點呼籲吧 下廣告 你呼籲吧 馬上交給你 下廣告 喂 好像紅啊 好像交贖金 那樣 我想說 各位廣告客戶 我們下禮拜那一集一定爆 最後一集和博士做的節目 就是我們真的要炒博士 所以下一集一定一定 破萬拉夫 分手 好啦分手 下禮拜 今天差不多 謝謝 拜拜 勉擇聲明 RECA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餘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